我丈夫把全部家财都送给了他的心上人 我一双儿女病重 无钱一致双双天折 不等我找他算账 他的心上人客死一箱 他闻训后自焚殉情 烧了我们的房子 我无钱 无子 无家可归 恍惚中被电车撞死了 重生到了十二岁那年 他也重生了 这次我再也不救他了 十二岁那年 桃铃鱼被家扑戏耍 扔进了荷花池里 初秋池水深 他扑腾着快要溺毙 我跳下去将他救起来 他当时对我说 润珠 多谢你 我叫润珠 原家三小姐原京身边的女佣 我是原家买来的鸭鬓 民主政府后 烧了卖身器 我不再是见急了 我被称为女佣 可我五岁被卖进府 早已不知父母家乡 和鸭鬓也没什么不同 我将桃铃鱼拖上岸 累得昏死过去 便在这个时候重生了 他没有像前世那样 很感激对我说多谢 而是念叨着 小姐 小姐 他根根呛呛呛地爬起来 要去找三小姐原京 我石鹿鹿 疲倦地睁开眼 看着阳光下他的单寿背影 就知道他也重生 这一年 他十五岁 贫穷让他看上去格外瘦 似一根马杆 总是被府里其他家仆的孩子们欺负 他不是原家的下人 他爹乃原府教书的夫子 是个读书人 可他比我还穷困潦倒 因为他有个后娘 后娘刚生了一对龙凤胎 他爹乐疯了 微薄薪水根本顾不上他 我慢腾腾地回到了院子 瞧见管事妈妈正在骂桃铃鱼 哪里来的泥猴还不快滚 小姐是你能见的 陈妈妈 我只想和小姐说句话 他哀怯恳求 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只想说一句话 陈妈妈不惯着他 快滚 瞧见了身后的我 陈妈妈也骂 润忠你个小贱人 一上午死哪里去了 小姐问了你三回 你怎么也一身水 刚刚桃铃鱼掉进荷花池了 我去救了他上来 我如实说 桃铃鱼看了我一眼 他眼中的戒备 闲物是那么明显 前世他做了新派大学的教授 从不在他铜脚面前介绍我 我这个鸭病出身的太太 令他羞耻 可我又是小姐赐婚给他的 是小姐留下他的信物 他接纳了我 并且和我有孩子 我从不是活生生的人 你发多余的善心 陈妈妈吃笑 有那闲工夫多做几双鞋 我倒是 陈妈妈继续说道 打发他走 不准他再来吵 小姐要歇武教了 我又应试 陈妈妈碰得关上了院门 秋阳下 我看着桃铃鱼 他有几好看的皮囊 又白净 五官端正秀美 有种男女莫辩的精致 长大后的他更好看 他的女学生爱慕他 千金小姐想要给他做一太太 他也知道自己英俊不凡 才华过人 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 和三小姐圆精在一起 所以格外嫌弃我 陈铃鱼 我静静地看着他 送师母的生辰礼 你买了吗 陈铃鱼魂不守舍 随口道 不要催 我会想办法 我下个月薪水 说到这里 他才意识到不对 满眸震惊看着我 你 你 你也是 陈铃鱼 这辈子的路 你自己好好走 我静静笑了下 转身进了院子 也重重地关上了院门 傍晚时 我帮三小姐圆精 写英文作业 原家自诩门第开话 把小姐们送到教会学校 将来也会送小姐们去留洋 给他们镀上一层金粉 作为他们婚嫁的筹码 上爷们反而都关在家里念书 不准他们出去鬼混 三小姐圆精特别不爱学习 她的功课有国文 手工 算术和英文 前者我都去跟家里的夫子陶先生学过 手工就是缝缝补补 这是我从小练的 英文却无处可学 原谱借口要补习 逼得老爷请了个英文家教 只是老爷太太不知道 家教课都是我在上 圆精在一旁读画本 她的所有功课 都是我帮衬她做 陈妈妈很担心 三小姐 等考试的时候怎么办 你这样会被学校开除的 考试也叫润珠偷偷替我 三小姐道 陈妈妈说道 这还能替 小姐一边翻画本 一边随口道 到时候想办法 小姐后来的确是被开除了 前面三个学期的考试 她都谎称起疹子 一脸红斑 惨不忍睹 又给监考的密斯色红包 我被涂抹了一脸油彩 薄纱遮面 为她考了三次 都是全年级第一 第四个学期 新来的密斯非常耿直 固执地将我拉到了校长办公室 揭穿了圆精的代考行为 她被开除了 我眼中的三小姐 轻浮娇气 贪婪是快 而桃铃鱼眼中的三小姐 美貌善良 纯洁天真 三小姐被开除 在桃铃鱼眼里 是密斯嫉妒她漂亮 故意害她 很快 就像前世一样 桃铃鱼第一次 正是和三小姐 圆精见面了 当时我也在场 傍晚放学 圆家所在的巷尾 几个孩子打桃铃鱼 他们都十六七岁 个个都比桃铃鱼大 桃铃鱼被打得遍体鳞伤 跑出来求助 拦住了小姐放学回来的马车 小姐撩起车帘看了眼 又放下车帘 十四岁的小姐 已经出具女子的美 她脸型略方 可五官十分明艳 美得有点锋芒 桃铃鱼依旧看呆了 小姐放下车帘 也跟前世一样 抱怨说 真碍眼 小叫花子一连血 会气死了 前世 我告诉小姐 她是桃铃鱼 桃夫子的儿子 挺可怜的 小姐骂我 你少放屁 轮得到你可怜谁 救救她吧 陈杭他们 那几个会打死她的 陈杭是陈妈妈的辙 她闯祸了 说不定老爷太太 还迁怒你 打死人很麻烦的 我劝说 陈妈妈是小姐的乳娘 也是小姐院子里的管事妈妈 小姐最怕麻烦 她当即立合 喊了身后的陈杭 你在作怪 我扒了你的皮 谁准你打人的 陈杭还是怕主子的 带着人跑了 陈灵鱼在车外 听着这声音 如闻鲜月 记了一辈子 今生 小姐也说她晦气死了 我一言不发 没像前世那样 说服小姐救她 小姐又道 明日去参加 爱咪的生日宴 好多同学的哥哥都去 别沾染了晦气 叫我不能出风头 说吧 又催车夫 快走 回府 车夫直接驾车 回去了 陈灵鱼愣住 看着远去的马车 又被陈杭等人 按住打了一顿 过了半个月 陈灵鱼才能下床 他来找我 问道 是不是你 陈灵鱼被打得太重了 卧床半个月 这是前世没有的 他能起床 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跑来读我 问道 是不是你 我最了解他 知道这不是好话 微微抬了抬眼帘 是我什么 是不是你不准小姐救我 他道 小小年纪 黑白分明的一双眼 大而圆润 漂亮的不像话 这么好看的一双眼 还不如瞎了 你真恶心 润朱 你做了我的太太十几年 还不满足吗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身边 接着 他又不解气地说道 你把我和小姐的出狱 给破坏了 难道你就有机会吗 我这辈子 绝不会再娶剑奴 我抬起手 抽了他一耳光 我才十二岁 身量不够 手也不重 打得并不爽 你不想娶我 就早该拒绝 阿峰和南南都死了 病死的 教会医院没钱不给治 我语气冷得连自己都震惊 桃铃鱼 我的钱呢 他眼底的愤怒消失 略微有点愧疚 他道 我没想到孩子们会突发疾病 你害死了他们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没资格的人是你 恶心的人是你 我们根本不适合 他道 润珠 我们可以一起改命 你不要阻止 我和小姐 你自己 也能得到新的前途 你不要痴迷我 我静静地笑了笑 男人啊 他身上的这种自信 我何时可以拥有万分之一 哪怕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他仍觉得我爱他 我为了得到他不择手段 我从未爱过他 我只是无根扶平 在时代的洪流里 无处可依 我不怪前世的自己 那时候的润珠 压病出身 一辈子跟在小姐身边 站在迷雾里 他也很迷茫 不知前路怎么走 他选择听了小姐的话 嫁给桃灵渝 这是他当时最慎重的决定 我不怪他 那个前世的我自己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世代人害了我一生 桃灵渝而后 没有再来纠缠 他在努力学习 前世 他考上了官府的学堂 而后又考上了 公派留学生 出国学了建筑 回国后 他被聘为大学教授 那时候他才25岁 他为了小姐回国 小姐却要嫁人了 嫁给都军府的四少爷 都军的一个数子 小姐当时跟我说 没想到这个小企挺有出息的 润珠 你嫁给他吧 把他收拢 在我麾下 可笑桃灵渝 一辈子念叨着小姐 在小姐眼里 他不如一条狗 我太渺小了 我的出生 就决定了我的坎坷 当务之急 不是去报复谁 而是赶紧让自己长大 站稳 我才十二岁 时代心就交替 我有机会 我不想和任何人纠缠 我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让自己堂堂正正地站着 陶灵渝很努力地念书 可他人生的第二次磨难 很快就要来了 他总说 那是小姐第二次救了他 小姐是他一生的恩人 一生的挚爱 其实也是我 这次 我仍打算袖手旁观 陶灵渝一家 住在原府后面的下人房 陶夫子在原家教书 已经八年了 老爷太太很信任他 少爷们也折服于他的学问 很敬重他 可陶灵渝却即将被赶出去 他销售单薄 却生得极其漂亮 原家的二少爷 是个不争气的顽固 看上了陶灵渝 想要抢夺 陶灵渝自然不从 之前 陈杭等人打他 也是二少爷受益的 要他屈服 这次要赶走他 连陶夫子求情都不行 因为陶灵渝刺伤了二少爷 太太盛怒 三小姐听说后 也是很生气 这些雕奴就该打死 怎么只是赶出去 我爹爹阿娘实在太仁慈了 陈妈妈也说 陶夫子在家日子久了 大家敬他 这个陶灵渝不知天高地厚了 就是嘛 不活活打死他 怎么服众 三小姐说 前世我听说了这件事 跑去找了太太 太太还是很生气 三小姐说 老爷太太舍不得二少爷吃苦 才一直不改他的脾气 这次重罚了陶灵渝 二少爷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三小姐怕太太生气 不敢来说 叫我来 太太 您打死我出出气 为了少爷的前途 与原家子嗣 您做个狠心的母亲吧 我跪在地上拼了命地磕头 把头都磕破了 太太看着我额头流下来的鲜血 摇摇头 换作我以前的脾气 定要叫你这丫头一刻就死了 罢了 京儿想着哥哥 这是他的好心 你忠心护主 也是你的忠诚 只是这话 你敢出去对第二个人讲 我绝不轻饶 润朱绝不敢 我又磕头 哪怕政府烧了卖生气 我在原家主子们眼里 也只是渺小吓人 太太也不会拿着儿子的怪体 去和女儿对质 我戒了三小姐的口 替陶铃鱼求情 太太又把二少爷的荒唐 告诉了老爷 老爷明辨是非 痛打了二少爷一顿 停了他帐房上的阅历银子 将他居在家里 有些男人一打就怂 比如二少爷 他从此不敢在家里骚扰男仆 我回头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三小姐 只是没提我怎么说服太太的 三小姐和陈妈妈都臭骂我 说我多管闲事 我道 小姐 对外就说 您求情的 要不然 老爷太太 怎么饶过了 陶铃鱼 没有个缘故 旁人要说二少爷的 三小姐很喜欢这个虚名 他同意了 所以陈铃鱼知道 是三小姐说情救了他 他感激涕铃 今生 他知道三小姐还是会救他 还是会有机会和他有纠葛 故而他没有逃避 依旧刺伤了二少爷 他等了又等 等到的却是家仆去告诉陈夫子 他不走 你们全家就得都走 老爷和太太很生气 陶铃鱼抬起头 震惊地看着那家仆 他匆忙又来找我 他拉住了我的手 你到底使了什么坏 你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让小姐不救我的 他捏得我万古生疼 清秀的一张脸 微微抿着的唇 仍那般英俊 可我看得很想吐 三小姐从来没救过你 是我 是我去替你求情的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这次我没去而已 你撒谎 陶铃鱼愤怒道 这时三小姐圆精出来了 她穿淡紫色旗袍 身段出城 婀娜中又带着一点稚气 是少女含苞待放的年纪 陶铃鱼看得一吃 她眼神热切望着三小姐 三小姐却是拧眉 润珠 你怎么回事 三小姐满脸不悦 这个叫花子到院门口来做什么 陶铃鱼脸上的热切 褪去几分 她微微僵了僵 小姐 小姐 我是陶铃鱼 润珠 你个小贱人 招惹不三不四的人回来 谁准你跟我讲话 我得打死你 三小姐一脸鄙夷 说吧 又大声喊道 陈妈 快来赶走她 又脏又吵 真的很碍眼 润珠 你回头洗十遍手 再进房间 陶铃鱼呆入木鸡 陈妈拿了鸡毛吊子出来 快滚 你刺伤了二少爷 还想伤害三小姐 不知足的东西 三小姐惊叫起来 她就是那个刺伤二哥的人 她快步上前 狠狠国了桃铃鱼一巴掌 你是个什么东西 竟敢伤主子 陈妈 叫陈杭来拉了她出去 打死她 桃铃鱼不可置信看着她 喃喃叫着 小姐 小姐回院子了 叫我 润珠 快打水来洗手 桃铃鱼被赶了出去 临走前 她还被陈杭等人 狠狠打了一顿 桃夫子将她安顿到妹妹家 也就是桃铃鱼的姑姑家 家里的车夫跟我说 润珠 前日那个桃铃鱼 桃夫子的儿子去找我 他问我 那天她被陈杭等人打 你说了什么 车夫很重厚寡言 我们一直相互照顾 都是苦命人 你告诉他了吗 我问 车夫如实跟他讲了 小姐说他一脸血晦气 你只是压病 什么也不敢讲 就没作声 我笑了下 桃铃鱼不是傻子 也许他这次正式和小姐见面 反应过来了 小姐根本不认识他 而我 从小和他相识 他又哭又笑的 拉着我 想让我帮忙和你见一面 这孩子受了刺激 有点发疯 润珠 你当心他 车夫道 我点头 知道了 两年内 我没有再见过桃铃鱼 也没听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在小姐身边当差 三小姐脾气不好 功课又重 偶然也会打我几下发发脾气 只不过 因为他需要我带他学习 他不克扣我的饮食 也让我每天睡饱 不需要干粗活 我几乎与他同时 他为了苗条 不肯多吃 会把他的饭菜赏给我 我都一并吃了 饭饱绝足 短短两年 我长高了一大截 比三小姐还高半个头 沉妈骂我 吃长个子 不长脑子 成天呆呆的 三小姐说道 她替我念书 能不呆吗 我们班上几个成绩好的 都是又呆又丑 又得意笑道 平时成绩好 一到期末 就被我的成绩压下去 他们的嘴脸特好笑 好好努力 这次再拿个全年级第一 说到这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又说道 我这么美 成绩又好 估计很快都军府 都会听说我 润珠 你说我有资格 做都军府的少夫人吗 会的 小姐 我告诉她 三小姐咯咯笑起来 又去对着镜子描眉 沉妈也觉得 三小姐将来会有大出息 又说我 好好念 说不定将来 三小姐出国 也会带上你 对啊 三小姐拿着美笔 我出国的功课 也要做 必须带上润珠 我安安静静地 又翻了一页书 不需要小姐带 我的好运气 即将会来 而三小姐 也没有出国的资格 她让我代考的是 会在这个期末败露 她被教会学校开除 要不是我帮了她一把 她会更惨 而今生 我也不想帮她了 又是期末考 我被新来的监考密斯 扭送到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是一位五十岁女性 她是前朝的公派留学生 一肚子学问 又因为她是都军 辅老夫人的妹妹 和本市的教会 联合开了这所女子学校 密斯很生气 原精胆大包天 居然叫人代考 另一位密斯惊叹 怪不得原精 平时成绩一塌糊涂 每次期末都考第一 兼考密斯威胁我 你是哪个中学的 我要告诉你们学间 你也会被退学 前世我一言不发 我要替小姐守住秘密 吓得浑身颤抖 什么话也不敢多讲 后来小姐怎么跟学校辩解的 我就不知道了 小姐只是被退学 退学原因 学校没有公开 可她被退学一事 也叫她丢尽了脸 那次她回去打了我好几下 说我做事不周到 才泄露机密 今生我看着密斯们 又去看校长 我叫润珠 是原精的女佣 三人震惊得几乎一口同声 胡说谁家女佣认识字的 我一直帮原精做功课 她的作业都是我写的 笔记对得上 原精平时在学校 从不写字的 我又道 好像是她上课从不做笔记 还自吹是天才 密斯说 女佣不能代考 另一位密斯道 我没有办法 我得吃饭 小姐要是辞退我 我死路一条 校长沉默地看了我很久 然后校长对两位密斯说 把这个期末所有的试卷都拿来 再去把之前原精的试卷 和交的作业也拿来 然后又说到 每个学期都是 你替原精来考试 是 这是犯法的 我会报告警备厅 先将你抓起来去坐牢 校长故意恐吓我 前世并没有报警 一说 我不想坐牢 我抬起眼 安安静静地看着他 把试卷做一遍 如果我满意 你可以不去坐牢 他道 我在校长办公室 做完了这个学期的试卷 两位密斯拿出去叫人改卷 我无错 和以前一样 几乎满分 密斯说 校长脸上 是很震惊的神色 他再次问我 你是原家的女佣 是 你从何处学习的 他问 我跟陶夫子学了国文 算术 这两者陶夫子都会 英文是家教老师 原经的功课 我都是自己去领悟 钻研 我前世就学过 今生只需要复习与记忆 我的算术 英文一直很好 后来我也没荒废 我那时候想 等孩子们大一些 我多存点钱 也许我会和陶铃鱼离婚 雇个老妈子做饭 孩子们上学 我也去考个文凭 我不敢荒废学业 在这之前 我一直在一家书局做工 书局要出一本书 需要排版 纠错 如果内容衔接不上 或者内容老板不满意 需得重新补写 我很擅长做这些 每次经过我手的书 销量都不错 那家书局是老板娘当家 他很欣赏我的勤奋 他还鼓励我自己 编撰一本民风通俗的书 那本书销量也极佳 老板娘给了我一笔不菲收入 你要是有个文学的文凭 说不定可以出更多的书 老板娘这样建议我 我从来没花过陶铃鱼的钱 当然 我赚到的钱也没瞒着他 他做教授的薪水挺丰厚的 但他总有花束 落不到家里 再后来 三小姐被婆家赶出来 被离婚 要出国去念书 桃铃鱼把我的存款 全部偷偷给了他 孩子们病重时 我身无分文 只好冒着大雨去借钱 等我回到教会医院 孩子们因没交钱 被赶了出来 在屋檐下淋了半夜的雨 病情加重 再也就不回来 我那时候恨不能剁了桃铃鱼 记忆翻江倒海 我的眼泪一个劲地往上冲 我突然气不成声 我自学的 麻绳专挑戏处断 我苦苦挣扎了半辈子 只落的那样的下场 小姐又被开除了 和前世一样 学校没有说明原因 只是直接开除了他 老爷和太太知道是代考 依旧惩罚了我们 惩罚的方式和钱是一样 把我们送到城外一处尼姑庵 让我们在这里苦修年 每日粗茶淡饭 还需要帮尼姑们扫地 洗衣 当然小姐不会做的 这些事仍是我做 都是你不争气 小姐还是骂我 我安静听着 再过两个月 我会遇到都军府的老夫人 得到她的青睐 只是小姐会抢走这个功劳 我们住的尼姑庵 位于半山腰 最上面还有个安堂 金碧辉煌 不少贵妇们去上香 我早起扫尼姑庵门前小镜时 遇到一个散步的老妇人 她衣着简朴 独自一人 瞧见我 她还笑盈盈寒暄 小姑娘 你是待发修行 我跟前世一样 如实告诉她 我和小姐被惩罚 送到这里苦修 老妇人似乎很无聊 还问我们为何被罚 前世我没说 怕小姐面子不好看 今生我就告诉了她 老妇人听完 很诧异地打量我 每个学期都全年级第一 教会学校的考试很难 其实也不难 用心学习就行 我说 小姐这时候突然出现了 我威亚 前世没有这一幕 小姐很不耐烦地发了脾气 你一大清早 死在这里做什么 快点去烙饼 我不想吃安堂的饭 我说我扫完地就去 小姐醋眉 赶紧扫 和不三不四的人聊什么 老太太没想到 她出口就是鳄鱼 当即沉了脸 小姑娘 你说什么呢 小姐上下打量她 老太太 你一把年纪的人了 该砍柴就去砍柴 拉着别人的压病聊什么 我急忙打圆场 老太太 我加小姐口无遮掩 她没有坏心的 这还叫没坏心 我又没得罪她 老太太被气到了 我又安抚 小姐只顾走了 懒得听废话 又恶声恶气威胁我 赶紧回去洗衣 给她烙饼吃 民主政府不是烧了卖生气吗 这样的主人家 跟着她做什么 不如换个差事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 我五岁就被卖到了原家 换个差事 不知道换什么样子的 我只会替小姐做事 写作业 我说 老太太叹了口气 这天回去 小姐又数落我一大通 又过了几日 还是那个老太太 爬山的时候很不舒服 半路上差点昏倒 我像前世那样 走过去搀扶她 发现她脸色发白出嘘汗 原家有个老婆子 早起时也是这样心虚气短 吃一块冰糖就好了 我不需要带老太太回去 而是直接从口袋里掏了冰糖 让老太太含着 您早上不能不吃饭就爬山 我对她说 她慢慢缓过来劲 前世 因小姐没有前几日 骂人的一出 我把老太太 搀扶回了我们的安堂 小姐去前头 听尼姑讲经去了 这天下午 都军府来人 接走老太太 小姐瞧见军官的衣裳 当即说她叫女佣 把老太太搀扶回来的 因此 她认识了都军府的老夫人 而后 厚着脸皮 去都军府行走 又认识了都军的数子 也就是都军府的四少爷 小姐被开除的名声不太好 都军府不想娶她 四少爷闹腾 老夫人又碍于情面 做了这个美 后来 小姐还是被离婚 赶出了家门 那时候原家已经到了 她唯一的求助 是一直仰慕她的桃铃鱼 她拿走了我所有的钱 出国去了 等于是拿走了我和两个孩子的命 而桃铃鱼 她活该 她死得毫无价值 好孩子 多谢你 今生 山道上缓过来的老夫人 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看着她 滚落了眼泪 老太太 我没有家人 您就像是我奶奶 您千万别有事 老太太健壮 便用力握住了我的手 好孩子 奶奶好着呢 不哭 不哭啊 这天晚上时候 我被都军府的人接走了 老夫人不住在都军府 她住在老宅 老宅是就是庭院 比原家大好几倍 说来也巧 我一直没孙女 就盼一个孙女 这不 有了一个 老太太笑道 都军和夫人都打量着我 他们比较精明 眼睛里有戒备 似乎都在说 一个鸭病 这时候 庸人禀告说 姨太太来了 教会中学的校长 来看她姐姐 也就是都军府的老夫人 润珠 你怎么在这里 校长叫我的名字 都军疑惑到 姨妈认识她 要说起来 她可是我见过 最厉害的学生 校长说 她把我代考仪式 说给都军听 一天课没上 全靠自学 每年考 全年级第一 都军和夫人 都诧异地看向我 尤其是夫人 眼睛里有了惊艳之色 她对老太太说 娘 不如我认她做一女 我五个儿子呢 就缺个姑娘 都军的嫡子数字 加起来五个 都算夫人的儿子 老太太 行啊 我坐在那里 紧紧攥着手 也许我抓住了机遇 改变了我那坎坷的命运吧 都军夫人 也就是我的义母 给我做了促心的衣裳 带着我去了袁家 袁家只是小生意门第 健壮吓得半死 夫人说 润珠投了我的眼缘 往后她就是我女儿了 卖身气霉了 她到底在袁家生活了 快十年 这些礼你们收下吧 袁家太太立马就要攀亲 我不冷不淡地回了她 没接茶 我虽然是都军夫人的义女 却还是跟老太太住在老宅 不成想 都军夫人很会做人 她居然开了个宴会 便告亲朋 都军府有了我这个小姐 我一生没有受过这样的荣华 但年纪和阅历 让我很持重 我安静地跟在夫人身边 不张扬也不怯场 因此 宾客们对我一致赞扬 说得最多的是夸我漂亮 回到卧房时 我在穿衣镜前摘头饰 突然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 裁剪合身的藕合色旗袍 白色高跟皮鞋 头发打理过了 别了钻石发卡 耳朵上是珍珠耳坠 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珠光溢溢 这是个十倍美丽的女郎 她是我 却不太像我 我一辈子没打扮的这样滑跪过 镜中的女人 高挑身段 白净肌肤 鹅蛋脸 大眼睛 末发如铺 真的很美 我突然明白了一句话 天语不取 反受其就 上苍一次次给了我发达的机会 来回报我的努力 我的善心 我都让出去了 以至于我落魄半生 润珠 谢谢你为自己活着 我轻轻抚上镜子 眼泪滚落 比珍珠还沉 你不是谁的鸭鬓 谁的妻子 你是你自己 你很美丽 也很刻苦 你是个极好的女人 再次见到三小姐原经 是半年后 教会中学的校长 让我去念书 拿个文凭 我珍惜任何一个机会 于是就去了 我在学校很低调 也很努力 收获了两个非常好的 女朋友的友情 远苦到学校门口找我 要请我喝咖啡 那是下学期刚开学 春寒料鞘 原经看着我的风衣 极度的眼睛冒火 他忍着情绪 说我 润珠 你真是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你这件衣裳 就好几时大洋 我微愣 继而淡淡笑了笑 其实我手上的腕表 价值上千大洋 我的钻石发卡 也值好几百大洋 原经见过的市面 让他只看到 我身上最微不足道的价值 原小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问他 原经 你发达了 就不与我来往了吗 你忘记了 以前我怎么带你好的吗 我忙着学习 我告诉他 教会学校的功课 很重 这个你是知道的 圆的面颊抽了抽 就在这时 咖啡厅近来六七个年轻学生 他们是附近官学堂的学子 将来可以考公派留学生 都算是预备人才 官学堂发新式的校服 一个个都很体面 路上的人瞧见了 也会高看他们一眼 桃铃鱼就在其中 他历经磨难 还是考上了官学堂 然后 他会遭遇他人生最大的一个磨难 上辈子 我帮他渡过了难关 这辈子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 嗚 那边有两位好漂亮的小姐 一个男生说 他们动静有点大 圆经回头 他一眼看到了 人群里的桃铃鱼 也像上辈子那样 他不认识他 而是回头对我说 润朱 润朱 那个男学生 他好英俊 有点眼熟 我才想起 上辈子他也带我这里喝咖啡 当时好像是他找他同学 炫耀他与都军府的关系 我们在这等人 也是这样遇到了桃铃鱼 我看过去 那边望过来 男学生们开始起哄 桃铃鱼十七岁了 官学堂不仅仅发校服 吃饭也不用给钱 他这几年在他姑姑家 他姑父是打鱼的 吃饭管饱 每天都有鱼吃 他和钱是一样 长得很高 他本就很英俊的面容 随着年纪增长 越发俊朗逼人 袁京嫌弃十四岁的他 却有点痴迷十七岁的他了 男学生们起哄着 走到我们这桌 推了桃铃鱼上来搭话 桃铃鱼看向我 表情晦涩不明 看到袁京 又是情绪莫测 小姐好久不见了 他道 他的同学起哄 铃鱼 快介绍啊 桃铃鱼 这是我爹爹教书人家的 三小姐和他的佣人 男学生们震惊了 他们说 三小姐这么美 你从来没说过 佣人也不俗啊 三小姐真漂亮 袁京轻轻撩拨了下头发 三小姐 能否留个电话 一个男学生 把本子递到了我跟前 袁京一愣 桃铃鱼脸色骤变 大声说 他是庸人 男学生 其他人 几个男生愣住 面面相去 袁京脸色发白 面容肉眼可见地扭曲了起来 到底谁是小姐 袁京脸色更差 桃铃鱼看向我 润珠 你做什么穿戴成这样 你不服侍小姐 我安静地微笑着 副官原本守在门口 见这么多人 挤在我和袁京这一桌 还以为有什么事赶紧进来 我的副官高大威猛 腰间带枪 他呵斥男学生们 后退 几个人吓得不轻 纷纷后退几步 包括桃铃鱼 副官走到我面前 小姐 没事吧 没什么事 老朋友们拒绝 我笑了笑 站起身 我把一块大羊放在桌上 对袁京说 三小姐 我先回家了 奶奶等我吃饭 又看了眼桃铃鱼 桃铃鱼 恭喜你考上官学堂 在桃铃鱼同学们 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我带着副官走了 咖啡厅内议论纷纷的声音 都被我丢在了身后 桃铃鱼很快出事了 公派留学生的考试 出现了舞弊 很不巧 在桃铃鱼身上搜到了小超 他极力辩解 这件事关乎极大 都军府令教育局彻查 前世 三小姐袁京冒领了 我就督军府老太太的功劳 却并没有像我一样 得到老太太的青睐 被任意亲 她只是厚脸皮 常去看望老太太 老太太并不喜欢她 她勾搭上了四少爷 桃铃鱼出事 我觉得她是被诬陷的 依照她的聪明和努力 没必要去作弊 而咖啡厅重逢 袁京有点喜欢 桃铃鱼的好容貌 她放不下荣华富贵 依旧勾搭着 军政府的四少爷 她想救桃铃鱼 她说 我去找老夫人 我建议她 不如您派个人 直接去找教育局总长 就说 您是都军府的亲戚 桃铃鱼是您朋友 请教育局一定要彻查 这件事都军很在乎 稍有差池 他们官冒不保我可以去 袁京说你这是馊主意 我说 您亲自出马 反而叫人觉得 您在都军府没什么威望 太低声下气 不行地会拿桥 袁京 算了 为了桃铃鱼不值得 可我去了教育局 我把这件事给办成了 我用袁京救过老太太的功劳 狐假虎威 又说 袁京会做都军府的少夫人 请教育局慎重对待这件事 桃铃鱼的确没有抄袭 教育局不敢马虎 就给她洗清了嫌疑 否则 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然就拿了她去交差 袁京听说我真的办到了 很是意外 她私下里约见桃铃鱼 跟她说了好些话 从此 她是桃铃鱼的神女 是她的信仰 今生没人帮忙了 桃铃鱼 这场冤案 你自己去翻吧 桃铃鱼被官学堂开除 武币案牵扯太大了 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买小钞 被揭露后监考老师帮忙洗清 栽赃给桃铃鱼的 如果桃铃鱼毫无背景 她就是替罪羊 根本翻不了身 她堵在我学校门口 放学后 我瞧见了立在梧桐树下的她 穿着长衫 气质出尘 仍是那样英俊不凡 我走过去 我被官学堂开除了 她看向我的眼睛 对啊 前世我替你狐假虎威 这次我没有帮你 我淡淡笑了笑 桃铃鱼看着我 眼睛里涌出了眼泪 所以 我其实一辈子爱错了人 她哽咽着问我 她的眼泪滚落 英俊面孔 年轻而气派 曾几何时 我以这样的丈夫为荣 哪怕她清待我 嫌弃我 润珠 你为何一直帮我 她泪眼连连看着我 你从小爱慕我 是不是 又说 我一直糊涂 如今我知错了 我会改 润珠 我想去北方投靠新政府 重新考各官学堂 你知道我有本事的 我会再次考上公派留学生 我们从头开始 行吗 我这辈子绝不辜负你 我会好好待你 润珠 你哪怕不要我 也想想孩子们 我被激怒 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我到住口 不准你提我的孩子们 你害死了他们 我会弥补 润珠 我会补偿 她上前想要拉我的手 我的副官将她挡住 我让副官退下 我从未爱慕过你 我告诉她 你爹爹进府做夫子 你们全家 住在后面的下人房 你娘看我可怜 偷偷改了一件小袄 送给我 她绣活很好 教我刺绣 还教我认识二十个子 她告诉我 这样也许可以去服侍小姐 日子会好过些 我被管事妈妈打的时候 她偷拿烧饼给我吃 又拿药给我 桃铃鱼 你还记得你娘吗 桃铃鱼微微愣住 所以我一再帮你 我没有想过回报 我嫁给你的时候 也没希望你感激 可我努力像你母亲一样 做个好太太 好母亲 你连这点稀薄的希望 都没给我 我静静笑了笑 润朱 我怎么办 你杀了我吧润朱 她崩溃大喊 我头也不回 你去死 我在教会学校拿到了文凭 得到了都军辅老夫人的支持 去国外念书 我出国念了工程学 也很喜欢 回来后也在新派的大学里教书 在国外的时候 我认识了本市的一个男学生 他苦苦追求我数年 我告诉他我低微的出身 他不介意 而我现在是都军府的一女 回国后到了他家 他父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都军夫人叫人去查了 觉得这家人秉性挺好 男孩子也热情上进 我便与他结婚了 婚后 我很快有了身孕 你知道吗 袁京死了 我与教会学校的女同学小聚 朋友告诉我 怎么死的 我问 女同学说 她被人杀了 捅了二十几刀 那个杀人犯还在牢里 过几天枪毙 谁杀了他 一个叫桃铃鱼的年轻人 女同学说 我危愣 我没去看他 他被枪毙那一日 我去刑场看了 桃铃鱼很坦然 赴死神色安详 他的目光穿透人群 瞧见了我 我很确定 他瞧见了我 因为他的口型 滴滴叫了一声润珠 我丈夫轻轻拢着我的肩头 那天处死的死囚犯 一共二十人 枪声响起来很快 桃铃鱼倒地 缓缓闭上了眼睛 唇角有个淡淡笑意 我丈夫问 你认识那个死囚犯 我说 见过 无关紧要的人 我现在要去垃圾